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得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跟銀行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房屋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Truman跟你講新戲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天地有正氣 好,我們四個又到位了 好啊,坐什麼位呢? 為什麼一開球就Alan 不是坐位才會 東南西北位嗎? 是吧? 哈哈哈哈 是成屋位 要先收拾一下抽中哪一隻風 哈哈 好,今集又是一如以往 一開始說一說今個星期六 北尾有什麼新片 有兩套新片 先說一套 其實是屬於黑人歷史的電影 叫做Get On Up 應該是傳記片 是啊 他是講過James Brown的 James Brown是一位很出名的蘇寧歌手 這套戲是說他在六、七十年代 如何由普通人走上舞台 半轉記式 因為他的電影色彩比較重 我相信電影化了很多東西 如果對這段的黑人歷史 或者這位歌手有興趣的朋友 值得入片段看看 但六、七十年代 對不起,我不太認識他 我的興趣就是一般 現在他依然會約 依然會約的? 是啊 就是在... 在蘇寧界 就是show music 嗯 通常這些年紀越大 但是功力越深厚 通常是show music 嗯 越大聲有少許滄桑感就越好 但這次他找來的演員 其實唱功又如何 是不是真的可以突出到他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錄 剛才看過trailer 我想這件不重要的 蛤? 這件不重要的 我預計這音樂會好的 如果你看到音樂人的傳記片 大家都是想看他的故事 或者看他相不相似 或者是播放音樂的帶 照我剛才看的 照計很少的 那是渣樓攤的 這些荷里活的 那些 通常的演員 剛才我看的trailer 他也有七成次 我想他夠... 就是人的樣子 造型 嗯 這樣反應 造型是不代表他會好看的 歌喉呢? 沒有聽真 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雖然熟音樂 但我主要熟華語樂壇 所以對黑人的音樂 我就不太認識 但我有興趣黑人音樂 那你可以去看的 基本上黑人一般都唱得不差 即是他的節奏感 還有 還有 都能表現到 Show music 那種特色 嗯 我黑人是對音樂的節奏感 是特別強的 他們的觸覺 好像我剛才 立眼看trailer 看到他好像是42的演員 那個主角 是嗎? 42的主角 應該是 打棒球那一套 好像是用那個主角做的 嗯 所以如果大家對42的主角 或者對黑人歷史 或者對James Brown這個歌手 是有興趣的 可以去看看 這個禮拜在北美上了 那他擺出來 敢跟一些大片撼呢 我想都不差的 另類 另類的選擇 如果你不想看英雄片的話 是啊 近來幾套大片 含含聲 是在暑假檔期 全部撞出來的 嗯 都好啦 不想看英雄片 是不是呢? 接下來這套 你也是想看的 是 這套就是漫畫改編 又是來自這個 Marvel Studio的新作 其實在戲院做trailer 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好像是去年年尾已經開始有 開始做小了 已經有teaser了 是啊 就是叫做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可能對一些亞洲的朋友 就比較陌生 因為老實說 肥龍來自亞洲 我就完全不認識的 真的嗎? X-Man也是來自Marvel 我認識的 你說到其他的Marvel DC Comics 超人 Batman 我也認識的 但是Guardians of the Galaxy Sorry 我沒聽過 但可能北美的朋友 就會熟悉一些 Avulken認不認識他們? 有沒有看過他們的漫畫? 也有 但是 不比其他人少的 是啊 所以 但是看那個trailer 就這樣看的戲 又好像做得不錯 那個trailer 還有那個 班底都好像OK 看下去 配音又厲害 演員又厲害 所以 如果對Marvel的Hero片 但又不是打正Hero旗號 因為他們本身是一群囚犯 就是被人捉鬼了 那五個主角 其實是流溝 對 其實是怎麼說呢 一堆 散修修的人 硬要組成五個人 其實是很多外星的 不同星球的人 感覺又好像是 另一個全新的系列 又開始第一集 你會看到 第一集 就是講這群人 如何聚集在一起 然後一直拍下去 那看看能否收得 很明顯 整個結構都是這樣 基本上 很奇怪 看到有幾個動物 那他的漫畫是這樣的 因為他是外星人 動物又變了人 有一棵樹 另外有一隻 好像碗熊 我想他想吸引不同年齡的人 他本身漫畫應該是這樣的 那幾個主角都是這樣的 那 好不好看就很難說了 因為 那個感覺又好像有少去胡鬧 但是 究竟他跟漫畫有多足呢 而沒有看過漫畫 又會不會享受呢 那 真的要看過才知道 所以 都是暑假蕩期的大片之一 那我相信 無論如何都過億的 這些大片 那兩套不同的電影 都是start with G 字頭的 喜歡看傳記式的 是Get On Up 另外就是Guardians of the Galaxy 今個星期 OK 今個星期大家 看過什麼電影想說 你先說吧 你看了大片 哈哈哈哈 不過我還沒說之前 我也想推介下一套 其實已經上了 不過我還沒看的 就是在叫做Boyhood Boyhood 是不是Limited的? 是Limited的 那這套電影是拍了12年 嘩 他是真的就著一個男子 他從幾歲開始 一直拍到他變成年輕人 嘩 所以這套電影 真的不像王家衛 那樣拿樓灘 其實可能拍很短時間 即是他真的 鏡頭對著這個男子 拍了12年 即是real time Truman Show 是啊 不是 Truman Show 我想都是他演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演了一個角色 就演了12年 即是用同一個人去做 即是我很有興趣 還有當中也有些演員 我們都是認識的 譬如伊勳學啊 那些 即是我想那些 所以真的是 once in a lifetime的movie 這套 即是不會再拍到的 就算再拍 你也要十幾年才可以看 是啊 所以其實這套戲 值得看的 我覺得 如果拍了12年 你給10幾元 一元一年 是啊 是啊 在Tinseltown做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留意一下這套戲 或者等我看完回來 再跟大家推介一下 OK OK 好了 既然Fulcan說我看了大片 就說了 其實大家都看完了 即是True Man Fulcan都看了 就是 Dawn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其實我還沒看第一集 不過 在剛剛 你知道溫哥的話 星期二看戲便宜一點 星期二晚 就放了檔期 去看戲 那時候在選擇 看哪一套好呢 Hercules好像不興趣一般 Lucy那時候看坊間的影評 好像普普通通 唯獨是Apes 大家都一致好評 於是 在未看第一集的情況下 都選擇去看 還有我太太很有趣的 她說 感覺比較划算 Lucy只有一個半小時 又是這麼多錢 Apes兩個多小時 又是這麼多錢 這些又是另一些觀眾的心態 哈哈哈哈 但是 看完呢 我也覺得是很好看的 沒有說 去到神片這麼厲害 那麼好看 但是都是Enjoy的 那兩個多小時 那 是不是完全沒有 因為我曾經聽過人說 沒有冷場 那是不是完全 一些冷場都沒有呢 我也不覺得 不過 他就算是節奏慢一點 也是很短時間 也是劇情需要 劇情需要嘛 那些不歸類為冷場 我不是說歸類為冷場 就是說 會有喜有福 一套拍得有水準的電影 我一直看整個過程 都Enjoy 尤其是 其實我看的時候 我本身是 當日之前 我有點頭痛的 所以狀態一般 但都Enjoy到戲 所以 都挺推介大家去戲院看的 就是你看3D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看普通的而已 沒有看3D 普通都好 是啊 其實我普通都已經很Enjoy了 那順便一提 其實我在家 上youtube都找了一些舊戲來看 那都是一些動作片 因為不是很想用腦 其中看一套舊片 你連結的 中南海保鑣 哦 和中文題那一套 是啊 那就是看一些舊片 Bodyguard 是啊 他擋子彈那套 就是Bodyguard 就是 發言始終看動作片 都是90年代那些 是拍得最正 最有味道 就是沒得說的 雖然他不是說古裝 不是說少林那些 但是 去到 李連結的動作片 90年代那些 真的沒得頂 沒有 少少的舊也不錯 是啊 你說起少少 我要講講一個消息 是啊 北美 在youtube看到 就是 就是 北美有一個電視台 我不知道是什麼 Array Network 是Cincere導演的那個 他已經買了所有少少少的電視 但是美國 所以可以 我不清楚 應該是美國 所以在那個電視台可以看到 看到所有 是不是收費電視台 是 主要是功夫片 哦 那也很難得 是不是收費電視台 應該是 我相信也是 我相信也是 OK 那 今個星期 主要都是這樣 始終 我覺得 現在 近 這 十年八載拍的動作片 真的不行 可能他真的太新派 我不太接受 我還是比較喜歡 九十年代 那一堆動作明星 尤其李連傑 你說廣產的動作片 廣產 我也看了另一套 我覺得沒有什麼 talking point 叫少林小子二之烏龍丸 嘩 吳孟達那一套 和息小龍 嘩 那一套很舊的 那一套 也是在youtube上看的 他純粹打正搞笑 還有張衛健院 情單做壞蛋 角色 為何你會選到這樣的來看 我不是 其實純粹是 看完中南海保錶 其中有一條link 就是link了 我按下去 看了一些隨便 看看吧 浴霸不能看完 不是吧 我斷開的十幾分鐘 然後隔了一天再看十幾分鐘 沒有其他link 有些好些的戲嗎 那堆link裡面沒有 但如果要找的話 當然一定有其他好些的戲 嘩 你的時間真是 哈哈 不是 其實是我做著其他東西 開了他在旁邊看 我不是很留心 坐定定去看 放心 我絕對不會浪費我的青春 雖然我的沒什麼青春 那動作行不行 你說少林小子 還是中南海 少林小子 少林小子 那些拿來搞笑的 不是啊 那小子也很喜歡 沒有啊 看見色小林帶著黑超 那不是耍醉奶拳那個嗎 蛤 是啊 醉奶拳 醉奶拳 啊 影情丹做好人的嘛 然後他餵啊 影情丹做壞人 但是最後被人 吳猛特的愛融化了 哦 是嗎 你看了嗎 我記得看過那段 那段有線波 然後說他要耍醉拳 但不能喝酒 就變成喝奶 色小龍 喝奶會醉 喝奶 小孩子不能喝酒 這樣就不會醉的 不是 看電影不要搏了 因為這套純粹是 他是硬笑話的笑片 感覺是一些D級片 不是大便 他的笑點就是 那個肥仔 之前和色小龍拍 色小龍的肥仔叫什麼名字 忘了 還是差不多年紀 對 他拍他 應該要把他在他的口裡喝了那些尿 然後說什麼 尿這麼甜 因此有糖尿病 那些笑點就是這樣 主要的笑點就是 屎尿屁和愛情 OK 又在玩什麼單戀 雙戀 那些 你這麼有空 下次上youtube 查到小小小警察 我看過了 我看過了 是啊 這套真是無聊之中 他是用無數的GAT 砌成一套 小小小警察好笑很多 那個小龍小子差很遠 很少在當初曾志偉以為有錢賺 這套東西 哈哈哈哈 這套東西 他虧大本 沒有人 是嗎 是啊 但你現在看起來挺好笑的 他有些GAT 基本上是跟72家租客的角色一樣 即是每個人 即是每個人 就算是KLF也都是一些演員 但他真的沒有 真的全部是靠GAT 拼在一起 這套東西 是啊 劇情真的完全欠奉 其實跟小龍小占就是這樣 他都是一個GAT接一個GAT 我開頭看 我覺得是在看四格漫畫的 但是小小小警察是否比較好笑 好笑很多 不同 小小小警察的笑料 他真的想過度過那些笑料 但笑臨小子 我覺得他是翻炒其他的笑料 神經病 譬如小小小警察那段 好吃到爆炸 整套東西爆炸 他真的用軍火來弄爆 好厲害 其中一個爛GAT 小朋友問 師兄 為什麼我們看完閃電 才能聽到行雷 因為對眼神在前面 對眼神在後面 所以看到閃電 之後才能聽到行雷 然後他就問 為什麼放屁呢 聽完之後聞到 但鼻子在前面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的屁股在後面 所以他就聽到屁股 然後屁股在後面傳上來 這個我覺得是最好笑的 他已經是最好笑的GAT 不用看了 你說完之後 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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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當然 如果你真的有空 或者你在做事 想有聲音在旁邊 那你就像我這樣 他在做事的時候 有聲音在旁邊 否則你真的想 擺點時間去選套好戲看 就避了少林少子 不是的那些 你看中南海保錶 就好看很多了 小小小驚察都是好看的 即是你想笑我 小小小驚察 是不是曾志偉導演第一套 第一套戲 他不是導演第一套 一定不是第一套 他導演導了很多套 曾志偉第一套 好像是最佳拍檔 但他是親自打本 我以為他是自己的頭子 我們找到討論曾志偉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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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沒有了 說完了 你無間道更早做臥底 哈哈 OK 那誰要說 我講 我講 我今次會講兩套很極端的 第一套就是 充滿愛心的 哈哈 這套叫做無聲貧窮 嘩 啊 日本的名字叫做 Silent Pool 那 為何看這套 這套是一個電視劇來的 是那些 八集 不知道八集九集 那些迷你電視劇 那 為何看這套戲呢 主要都是為了女主角 女主角就是心田公子 嗯 神啊 在前兩站我們都介紹過 心田公子的一套戲 叫做Rome 那套戲裡面呢 她是做一個很邪惡的女孩子 那這套呢 就合相反 是做一個很有愛心的女孩子 那她都做得很好 兩個這麼極端的性格 她都表現得很好 那這套劇主要是講什麼呢 主要就是 嗯 講一些社會上面 的貧窮的情況 那 大家知道 日本是一個經濟很 很發達的社會 但其實 即是他們 即是他們 即是日本之中 他們都有很多 很多 黑暗的一面 嗯 黑暗的意思 就不是說 他 即是罪惡 罪惡一定有的 那就是他一些 所謂貧窮的人 那些貧窮的人 不是說 不是說沒有錢那種貧窮 而是 在精神上面的貧窮 或者他家裡有什麼問題 那 新田公子就是做一個 所謂 社會福利員 那些社會福利員 又不是屬於政府 是屬於一個民間組織 他主要做的就是 去探訪一些 即是被社會忽略的人 那 所以 電視劇 每一集都是 即是 我不知道那些是否真實個案 那 都是 即是有些個案改編 那 包括有一些隱蔽青年 毒孤老人 或者是那些被虐待的小孩 那些 就是 日本版癲癲症 來的 哈哈 他有一集都是說精神病患的 嗯 嗯 那 其實 看電視劇 最大的得益 就是 我們 會知道 日本那些這麼先進的社會 都有一些 就是 所謂 弱勢社群 或者是 被這個社會 遺棄了 而需要 去關心的人 那 在那個氣氛 或者在故事上 都很感人的 通常這些戲 都很容易 很容易 很容易 賺人熱淚 那 他是不是每一集 單頭說一個故事 基本上 是 好像早期無線 那些北斗星 那些 我想起 有一套 無線那套叫 無面天使 對 無面天使 但是他好在 他就是 就是李斯奇做記者 他好在 沒有說 即是沒有說教 他純粹 由 那個女主角的 那個 感覺 即是感受 來講 即是看到 這些 這麼可憐的人 他就 去 幫他 除了在工作上面之外 還在私人上面 在私人時間 或者是 全力幫助他們 那 所以 就是 看這些戲 就是 對我們 了解 實本這個社會 會有一些 比較深刻的 形式 你有沒有熱淚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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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集都是 都會令我流淚 OK 另外一套 自然不同 再講講這個名字 它叫做 Silent Pooh 中文叫做 無聲貧窮 另一套 就自然不同了 這套就是 色情啊 殘酷啊 惑突啊 什麼都集於一身的了 那 先講講這套戲 這套戲 導演就是 邱麗圖 主演就是 黃秋生 那這套是 波拉病毒 對了 哇 真的猜到你 找出來看 這套戲 就是因為 近來 北非 北非就發生 伊波拉病毒 所以 令他 想起 原來 邱麗圖 在96年 已經拍了 就叫做 伊波拉病毒 這套 比人肉叉燒包更加 當時這套戲 據我所記憶 他做的時候 是不讓他做的 因為 那些畫面 太過 不讓他上臉 太過暴力 太過噁心 所以 是不讓他做的 後來 他剪了一些 剪了一些 很極端的 才讓他 用三級 用三級 來上 但是 但是 因為 因為 當時伊波拉病毒 這個名稱 都是很陌生的 而且 一般人 都沒有大興趣 所以 他的票房 都不是 不是太好的 但是 現在 看回來 就會有一定的 現實意義 因為現在 爆發了伊波拉病毒 但是 其實 他片裏的伊波拉病毒 都是誇張了 只是提發揮的 其實 是 這個當然 我 以前沒有看的 因為 基本上 我不喜歡看這些 變態戲 變態戲 即是你現在當 自拍紀錄片 這樣看 但是 我想知道 為何他在96年 會用這個題材 會用這個題材 所以 剛好在Youtube 找來看 Youtube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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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看完之後 我都不 推薦大家看 因為 正如聰明所說 他是借這個題目 來發揮 基本上 這部戲 是 人肉叉燒包的升級版 他已經人用漢堡包的 對 神毒叉燒包的升級版 他是不是是漢堡包 也不是漢堡包 是 但是他基本上 他解釋了伊波拉病毒的起源 是 他是發生在南非 都是在非洲 他的起源 就是 那些土人 就是處理那些屍體 那些肉食 就是 不當地處理 他們本來是開餐館的 幫土人買了豬 所以感染到 但是感染了之後 黃秋生就變成了一個 活喪屍 誰給他噴口水 或者誰 都會感染到 其實在這一方面 我覺得他都是很寫實的 其實 我們現在看伊波拉病毒的資料 都知道是 是因為 是口水 那些脫液 那些 那些液體 來傳染的 所以在這部戲裡面 他都是很真實 很真實描寫到那個情況 只不過他誇張了 黃秋生那種 那種殺人 那種分屍 那種變態 變態心 他純粹是拿了 其實他是想做喪屍的題材 就拿了伊波拉病毒來做 不是的 不是喪屍 不是喪屍 其實真正中了伊波拉病毒的特徵 應該是 初期有發燒 武力 又覺得 個人很缺水 但是發燒這些東西 你在電影就不好看 所以他強調很多是流血不止 也就是伊波拉病毒的一種 變成多了很多血腥鏡頭 我覺得 其實以前曾經爆發過一次 伊波拉病毒的 爆發過天花 他不知道 一九七幾年的時候 好像都是非洲爆發過一次 我始終很奇怪 為什麼當年 優麗圖會選擇這個題材 楊麗圖是一個極端的導演 你看看 很特別的 老夫子也有拍過 對 他的總題材總共有很多 楊麗圖是拍很多不同題材 即食麵那些 葉問他有拍 即是他跟黃修新拍完 人肉七燒包和伊波拉病毒之後 拍葉問 即是你 想像不到他有些東西他拍 還有他拍是 快手拍 通常他很快就拍到一套電影出來 而水準不會極差 我覺得 Anyway 我想這部電影已經被奉為 溝片的經典 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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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自己就很頂不順 因為這部電影是極端多粗口 又極端 極端噁 所以很多想研究香港電影文化的人 都會拿回來看的 其實 如果你是一個 即是 真的很膽大 還有 你 你 你 即是你吃了飯 或者 還未打算去吃東西 之前才好看的 如果不是你 總之有個心理準備才好看的 OK 好啦 那 OK OK 我可長我短 你可長我短 我也是 最近知道 Woodie Allen 快要有一套新戲 要上 《Magic in the Moonlight》 我很想看那一套 想回顧一下 Woodie Allen最近拍過什麼戲 看看Blue Jasmine Netflix 哦 回顧啊 回顧啊 Woodie Allen有很多戲 是啊 Annie Hall Mahatton 是啊 Annie Hall 我想我們要找一個專輯 可以的 其實我想說 可以先說這套戲 這套戲是他 歐洲拍完三部曲之後 回來的第一套美國片 即是美國取景的片 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Compared to 他之前是 我覺得在歐洲是很旅遊feel 嘩 歐洲那三部曲 我真的受不了 很旅遊feel 其實在歐洲 基本上是明信片 寄回來美國給你看 是的 現在 Blue Jasmine 她說是一個 Jasmine是Kate Branchett 是一個 剛剛 你一開始以為她是一個 在情場 即是她結婚 婚姻破裂的 一個很可憐的女人 一開始她塑造到自己 一個很可憐的心理問題 然後 你認識這個角色之後 開始 她就去 有一個很有錢的老公 到她沒有跟老公一起了 就去了一個 跟她一個很窮的妹妹一起住 然後就發覺 原來問題越來越多了 原來她老公 不是跟她離婚的 她老公是因為 犯了一些商業罪案 被FBI捉了 這樣 而 一路 一路看下去 一路 unfold了更多 她那些 很黑 很陰暗的一面 是 是黑色幽默 我覺得 整套戲是充斥著 crochet 卡粉 金頭髮 很高侠 而她的妹妹就是一個很黑頭髮 然後很down to earth的角色 她的男朋友是 由她一開始看不起她的妹妹 但她的妹妹每樣東西都是用汗水換回來的 我覺得她所做的那樣東西 但是她姐姐就是Cate Blanchett Blue Jasmine 她所做的事情就是 說了謊話 然後說到自己很漂亮 說到自己很有錢 但其實全部都是假象 其實說了一個社會形態出來 她那個拜金主義 還有一個資本主義 其實基本上是資本主義 令到Gate Blanchett這樣 我覺得整套戲很流暢 因為William的戲 通常對白是很精進的 你會期望到 還有那個情節是認真過她歐洲三部曲的 嗯 但是 是回勇之作 就是看完之後 回勇? 對 回勇之作 還有一套我幾好深的 叫Interio 即是內心世界 Woodie Allen 那些戲不難明白的 但是你要接受到她 口水多過浪花 各種Style 有很多東西說 嗯哼 但是我覺得這次Boost Jasmine 她 除了你剛才說的那些 之外 她整套戲 她是 她真的用人物去帶出了整個故事 嗯哼 即是你會給那個角色吸引 你看下去的 就算那個角色的形象 和整個不討好也好 是的 所以你看到人性的轉折 即是轉裂點 很多東西 你跟著那個角色去看這個故事 嗯哼 即是整件事她是適合你很好的 所以 所以如果你未看的話 你要看 因為這套她是拿了金像影后的 是啊 是啊 所以 未看快點找回來看 很好看的 嗯哼 OK 那 出文可長的短 可長的短 好 回應你看的那些垃圾 那套垃圾動作片 我也看了一套 不可以說是垃圾的 但是我很驚訝 在碟譜看到一套DVD上面 看到黃逸華 曾志偉和梁詠琪做主角 啊 叫做江徽歲月 即是Beyond的江徽歲月 但是背景是文初 孫中山先生搞革命的年代 是多少年的一套 嘩 我忘了再看 但是是近期的 因為黃逸華也年紀很大的 即是近期的黃逸華來的 近期的曾志偉和梁詠琪來的 是嗎 即是 正雞雞拍了 正雞雞上了 正雞上了 可能只是出影點 即是他是沒有粵語版的 是國語的 那就說黃逸華是一個 孫中山革命軍的其中一個義士 就被呂良偉的清末王爺去追殺 那就 敵龍呢 就是一個很有良心的資源 就把王爺華救了 就猜了他去 即是點他去找曾志偉 曾志偉就是有少少 類似在一個 在一個峽谷裏面 即是住了一群 退出了江湖 想追求平靜的一群 武林高手 就負責幫王逸華 即是照應王逸華 後來被呂良偉的清兵 攻陷了他們的家園 於是那群人修成路 就想幫王逸華搶回 革命黨的黃金 這套戲的特色就是 去到後期 即是後段 他強調一件事就是 很多八九十年代的動作片 明星會出來客串 白標 馮黑安 梁家仁 全部都是彈花一宴 就是做那些退隱江湖的 對啦 就是被曾志偉招集回來 去對付呂良偉 你說到這裏 我感覺那套片 像之前我看過那套爛片 不過不搞笑版 就是少公鎮武林 這套是嚴肅片 就是不搞笑的少公鎮武林 因為少公鎮武林 又是說一班退隱了的人 住在一條村的 然後一班冰 但該死在江輝歲月 是有時代背景的 即是他真是一個寫實的 時代背景 但他拍到 他拍到一套好像合義的 沒有合片 合義片 但你又覺得 即是你看的時候 會覺得有些不倫不類 謝孫中山過橋 是 如果你想看那個年代的明星的話 那也有點驚喜 沒有空想去看 有梁小龍嗎 沒有梁小龍 沒有啊 沒有梁小龍 不好看 梁小龍好打 但有陳冠泰 有沒有黃龍威 沒有黃龍威 沒有黃龍威 有陳冠泰 黃龍威最好打 對啊 對啊 都夠了 剛剛數了這麼多 有白錶 哇 數了出來 真的有光輝歲月 吳啟華 也有 其實他有光輝歲月 是說那班女人做的那班 對啊 然後完了 然後他真的播回 Beyond的光輝歲月 這麼搞笑 你頂不頂人 真的 我完全不想播一首時代曲的 我感覺上真的是另類型的曲 我都在說 文塔拉的 科技歲月不是很明天難嗎 是嗎 不是 不同的 不同的專輯 Anyway 第二套更垃圾的就是冰封盒 什麼盒 冰封盒 阿丹爺那套 第一套 你明知的垃圾都要看 那看有幾垃圾 我其實都想看有幾垃圾的 其實不行 冰封盒是 那時候是改編的那套什麼鬼 慘了 急凍奇俠 急凍奇俠的嘛 急凍奇俠真的好看很多 呃 真的 黃聖衣真的很趕快 黃聖衣也趕快 黃聖衣也趕快 黃聖衣也拿不到 那個戲裡面的角色 黃聖衣除了功夫之外 還有哪一套好片呢 咦 你改黃聖衣 白蛇那些 青蛇 不可以說是好片的 但正常 這套他 拿不到的角色 簡單來講 還有這套戲 是完得很急 是有第二集的 但是拍了一套 他硬硬切完 這套戲是未完的 簡單來講 我發覺好像近來 單爺那些片都越來越走下坡 是啊 他真的不行 他自從葉問那一期 升得最頂峰之後 跟手下來的片 越來越向下走 哇 現在期待葉問3 他拍辦拍 都是那句 這些是發給大陸人看的 所以 所以 他真的不用那麼用力 好像落實了拍例 但葉問第3集 他第2集 都已經沒有什麼 來找東西 說他落到香港之後 第3集 他有他的方法 我就是怕 阿丹爺越來越下坡 的時候 就是一直這樣 下去 葉問3 他就是 連招牌戲都沒有了 到時 也會 不需要去幕後 是啊 但他幕後 靠武術指導 武術導演 但他又不行 我覺得他的動作 真的不是那麼好看 他也賺夠 這個事實 最事實就是這句 他也賺夠 其實動作片明星 他的壽命 其實都不是長 問題是他去不去到 成龍那個年紀 看看他剛剛轉拍文氣 他一向想拍文氣 沒有人找他 轉拍文氣 他一向想拍的 他減片酬拍文氣 什麼笑什麼 成龍也是這樣 他對上那一套在一起 他拍文氣 他不是藝片 那一套 你有沒有看過 在一起 沒有啊 一個是MFA的 是三段 三段 愛情故事 他是其中一段 行不行 你喜歡看成龍拍玻璃瓶嗎 你要明白動作明星 多數那個樣子 其實又不是英俊 多數那個樣子 來拍文氣 說服力是低一點 他叫做有觀眾緣 因為紅了有觀眾緣 其實真的不算帥 真志丹絕對不是帥 即是他的樣子夠紮實 做動作片OK 即是動作片他OK 因為他是紮實 但他不是帥 說回我看了一套叫做生命中的美好缺陷 Fox now SAR 是的 OK 真的 可以看的 這套戲 但好像快要落畫 落了 香港好像今天上 Anyway 我也說他快要落 因為太多大片 那可不可以劇透呢 其實 我還沒看啊 很想看的 不要扣著 那不要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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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 不是我們上一集 在節目裡 predict的那些劇情 即是 不是韓國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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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之言 即是不是女主角有絕症 死了然後男主角很慘的 但是他有沒有強行必眼淚那些東西 即是如果你有看過這本小說 其實這個也不算是一個twist來的 但是 我沒看過小說 就會覺得 哦原來是這樣 這樣的 I mean 即是這套戲是感動的 還是 可以感動的 OK 即是眼濕濕的那一隻 都眼濕濕的 OK 因為你始終你說癌症病患者 就是絕症的戲 你始終你不是拍得太差 都會眼濕濕的 嗯哼 哈哈哈哈 即是我是眼淺的 男性變少編的那樣 你都不好了 這樣就不行了 但是 既然Valcan說不要劇透 那就不要劇透 那等下Valcan看完再說 女主角也是在上位的了 那他很明顯在捧著她 根本現在 他真的跟Jennefer Lawrence來爭氣做 是不是呢 即是他現在那一套 戲路很像的 但我覺得 Jennefer Lawrence比較廣一點 因為他是比較廣一點的 是 那他可以做的角色 譬如他妖艷他也做到 嗯哼 純真他也做到 American Hustle 他也做到 是的 有那個 Silver Lions Playbook也做到 是的 而這個 至於他的戲路不是很廣 就是片種不同 但是他其實也是做青春少女 所以有待考驗 其實他還可以有多少可索性 其實他的樣子 比他的實際年齡大的 還有 多少歲啊 可能是十幾二十頭 OKOK 做得那些年輕的 更年輕的 Jennefer Lawrence 未必 Jennefer Lawrence都不老了 因為不老了 我知道他不老了 是的 那麼 看看有沒有 合不合你眼緣 其實那個女主角 有些人就覺得OK 有些人就覺得一般 我喜歡Jennefer Lawrence多一點 嗯 我也是 我也是 那那個男主角 其實那個故事 他的Story Telling 不是高明 但是男女主角的Chemistry 做得很好 那是歸功於兩位演員 就是我覺得 他們兩個是 救回一部戲的 嗯 這樣吧 嗯 救回一部戲 就是這個故事 Story Telling 不是 不是說很突出 就是合格 那如果你說加分的 就是男女演員的Chemistry 嘩 但是如果現在想看 要不你坐飛機回香港看 要不你等他出碟 不的 你可以找一下 Tinseltown或者 那些地方 但是二輪戲院 還有沒有得上 那真的要找一下 因為我看的時候 Super City 已經只剩下夜晚一場 我都說的了 你要看就快點 因為 因為這部戲院上了很久了 是的 還有暑假當期很多大片 湧出來 他一定不可以站太久了 因為 最主要就是他的票房 已經開始回落了 已經是跌出了十大 就會很快落畫了 通常一跌出十大之外 那些就會很快落 好 那大家看看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在戲院看到 如果不是 留意拍碟 嗯 OK 那肥龍 數數數 北美十大票房 之後回來 Part 2再見 今週北美十大票房的走勢 肥龍姐和大家講講 上星期介紹的四套新電影 都入了十大位置 北美今週排在第十位的 找來新上畫的 A Most Wanted Man 一上畫收了269萬票房 排第九位找來上畫四個星期的 Tammy 上星期排第六 今週下跌三級 收到345萬 總成績是7820萬 第八位找來另一套 新上畫的電影 And So It Goes 一上畫收了464萬票房 第七位找來上畫五個星期的 Transformers Age of Extinction 上星期排第五 今週下跌兩級 收到470萬票房 總成績2.3646萬 第六位找來上畫 兩個星期的小品式搞笑電影 Saxe Take 上星期排在耿頸4 今週下跌兩級 收到605萬票房 總成績是2695萬 排第五位找來上畫 兩個星期的動畫電影 Plains, Fire and Rescue 上星期是貴君 今週下跌三級 下跌兩級 收到953萬票房 總成績是3535萬 來到耿頸4位置 找來上畫兩星期的經率電影 The Purge Anarche 上星期是亞軍 今週下跌兩級 收到1048萬 總成績是5186萬 進入三甲位置 還有兩套新上畫電影未出現 今週的貴君電影 就是上畫三個星期 我今週也看過了 Dawn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上星期是冠軍 今週也要退兩級 給兩套新電影 今週收到1677萬票房 總成績是1.7246萬 兩套新電影 包括Lucy和Hercules 究竟誰能夠坐上冠軍呢? 先說一部亞軍 就是新上畫的 Hercules 一上畫收到2980萬 至於今週的冠軍 就是Lucy 這套電影一上畫收了4390萬票房 好了 講完今週北美十大票房的走勢之後 稍後回來 Part 2 I will be back 待會見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每天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 在不同地區的最up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 檢查完油價 順便聽到 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找不到 這套裝修很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都找不到 焗豬扒飯肉醬意粉 風沙雞翅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更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什麼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還有我阿神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時 還有最新潮流催世 科技新知 還有很多生活實用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阿神 10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藝香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Truman 跟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戲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電影大白科 電影大白科 我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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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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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這一套 這個系列 於是我們 因為 頭其所好 連續幾個星期都講 比較長 要看很多套戲的 系列 就是講人物 做些不用煲這麼多套戲 接下來 這二十多三十分鐘 就是Valkan 主導我們搭嘴 我們搭到嘴 就盡量搭吧 我不知道 我以為大家有共識 回來了 大家都共識是一套 值得說的系列 Terminator 其實也有talking point 但我影響了這個 荷里活的特技製作家 我看不到 所以 憑殘留的記憶 跟你去討論 你自己正面的意見 負面也可以 不如 首先說一下 為什麼你會這麼喜歡 Terminator 我記得 我們第一集 邀請Valkan來的時候 在咪後 Valkan說過 你最喜歡的電影 是哪一套 他們想不想 Terminator 是嗎 T2 T2 為何你會這麼喜歡T2呢 T2真的好看 如果喜歡看電影的人 他會覺得 每個出生的年 你會想玩一套電影 代表你自己出生的年 OK 而我出生的年 就是T2 而我從小看到大 又記得看過的電影 就是T2 你出生的年才是首演的 是想的 即是91年 那你基本上是回看的 初一年 出生的年 對 好像三四歲看的 三四歲 你出生的年 你出生的年 不是 我是出生的年91 但是回看的 我爸爸的LD 然後我聽我媽媽說 我每天可以熟三次 嘩 嘩 因為我們那時候 宜若文沒有什麼 他死了 他死了 其實是不是 你爸爸媽媽 代入島裡面 那段感情 可能是我代入了 T2裡面 那個 John Connor 那個感情 就是一個 類似Arnold 那樣的 father figure 來保護你 那你有沒有 經常開水流的時候 會留意一下 你水很害怕 突然有隻T2000 這樣捐出來 不會不會不會 Arnold第一集是奸的 Arnold第一集是奸的 第二集突然變得好 是啊 但是不同角色的 不同角色 而且他第一集的人 基本上 連Arnold自己 都不是很 take it seriously 看劇本的時候 哈哈 因為那時候 James 金馬輪 導演James Cameron 都不是一個出名 都是一個未有名的導演 他之前 Terminator之前 拍過一套叫做 Piranna 2 即是食人倉 第二集 那些是無聊片 他在一個 未定型的 一個直直無名的 導演的時候 他又想得到 這個劇本 然後他又找到 Arnold Sannega 拍這個劇本 而Arnold Sannega 那時候是在上位 就是在拍Conan the Barbarian 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 他選戲 都是找個位 給他 展示肌肉 賣了一下動作 是啊 他的戲都不是說劇本 當然 但是Conan the Barbarian 但是Terminator 我又覺得很充分 利用到 Arnold的身形 還有 他那個 飾件 那些 硬的 好像機械人那些 也挺適合他做的 那問題是 他不用怎麼說話 就是夠硬的 就適合他做 那些東西 戴上黑超 眼神也不用了 哈哈哈哈 爆了也是 用CG 弄一個紅燈 對 還有那時候 真的用燈膽做的 哈哈 因為那時候沒有CG 第一集 可以先說第一集 第一集 那時候的CG 是人們覺得 以目一身 是以目一身的 因為那時候用這樣的 B-movie 即是那些 普通低成本 上兩個星期 就會落畫那些 但誰知道 勤賺 也拿了很多獎 那時候James Cameron 開始出名了 他出了名之後 下一部 他又寫了 他寫了 《First Blood Part II》的劇本 就拍了 然後他又寫了 《Aliens》的劇本 就是他做了導演 《Aliens》 那時候這兩套劇 就開始 《Aliens》 就是比較 上位的 《Hollywood》 的確他那幾套片 都是好看的 《科幻導演》 就是 人們之前不認識他的 但現在就認識他 然後 到了《T2》 來的時候 《最不科幻》 就是《First Blood Part II》 對 但他只是寫劇本 還有《史太龍》也有改的 聽說 《史太龍》一定改的 以他當時自己的地位 是啊 還要《Part II》 第一集 嗯 OK 《Terminator》 其實都 造就了很多 名場面和名句 起碼 《I'll Be Back》這句 已經被人玩到不玩 《Explendable》 就是這樣 還在說 去到今時今日都還在玩 當時 我記得 玩得最多的 就是 香港的電影 甚至 陶學威龍 吳猛達都特意扮他了 嗯 嗯 然後 都要說 《I'll Be Back》 嗯 所以我覺得 其實 在沒有預算下的成功 這個 是啊 人們想不到 除了《科幻片》之外 他真的有故事說 嗯 他講的一個 很人性的故事 就是 人去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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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到 沒得再 迫到沒得走的地步 你真的要 《Terminator》自己 要幫自己了 即是他連個 未來的戰士 來保護他都死了 的時候 他要怎樣去 面對這個 這麼 這個殺人的機器呢 是第一集到 我覺得 大過了 即我是再大一點 再看第一集 那個 剪接得很好的 嗯 是的 第一集 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 他的故事 有玩時間 但是 他處理得OK 即是 不會覺得很噁心 很奇怪 因為他一來 就已經是回到現實 是啊 他沒有來來回回 是啊 是啊 還有 還有很棒的 正在 那個 其實那個兒子 才是未來的 救世主 那兒子怎麼來的呢 那時候 第一集我就很記得 說到最後 原來就是那個 Soldier 回去的時候 搞出來的 即是那一套 原來是這樣的 有趣 然後那個兒子 還送回老爸 回去 保護他媽媽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 很棒 然後 然後 其實 第二集 我其實 跟Faucon一樣 我都挺喜歡的 因為 他的故事是延續得很棒 那種感覺 因為 你一開始出來 看到阿樂 你不知道什麼事 的情況下 你之前被他追殺過 你當然是走到死 然後走了一大餐 搞了一大輪才發現 原來 他是來救你的 我挺喜歡這個概念 那時候我覺得是挺新鮮的 那他那個水銀的效果 都做得很好 對 這個又另外一個很棒的 就是 打極他都不死 連冰封打散了都不死 令到他覺得 可以跟阿諾薯華新力加 是可以勢軍力敵的 對比很大 基本上阿諾薯華新力加 是一個坦克車 硬的 而那個T-1000 液體金層人 就是一個跑車 這樣 感覺就是 對 所以動作上 其實是多 豐富了 劇情懷是 你又覺得是怎樣 劇情懷是 劇情懷我喜歡 是因為 他做到那種 你開頭都不知道什麼事 你都不知道阿諾 又來過 你開頭的反應就是 又是這樣嗎 那不是會很悶 但又不覺得悶 因為他一輪追逐 你已經很緊張 那搞完一大餐 你才發現原來都不是那回事 對 我覺得有趣的是 阿諾原來是一個機械人 他第一集是奸 第二集都可以做一個機械人 同一款的機械人 但是中的 因為那個設定就是機械人 所以你會代入 但為什麼第二集 阿諾薯華新力加 會變了中的呢 是因為第一集 他紅了 還是 為什麼他不繼續做奸 我想故事設定 第一集做完奸 我想阿諾自己也想嘗試做中的身份 還有故事設定 其實這樣做 反而有趣了 還有第二集 是沒有殺過人的 他是保護人的 回去 所以他是盡量 用盡方法去保護人的 任何 就算不是目標 他也盡量不會想傷害到人 但是奇怪的是 跑出了阿諾薯華新力加 但是另外那個男主角 就沒有跑出到 你先說的是誰 第一集 T2000 那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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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第一集那個 Soldier 他之後也有拍同類型的角色 Alien 他也有份 OK 但是 你說出位 在Terminator 的確是 阿諾漸盡風頭 但是 以一個反派來說 他可以這樣 都是一個 一個異數 其實 的確是 是啊 但是 因為 那個反派 那個人都不理 你是反派還是正派 他賣的 只不過是那個 角色 就是那個機閒角色 那 之後 推出了一堆的電子遊戲也好 玩具也好 表面 用阿諾做主角 但是 根本 就是在那裡射出他 哈哈 射出阿諾 對 因為他是那個機閒 所以 我覺得第二集 很精 突然 不知道什麼事 以為又來了過的情況底下 他突然間告訴你 我回來保護你 還有我覺得T2是帶動了荷里活走向CG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套片 因為在T2之前的特技片 很多時是看得到很多破綻 而且那些範圖會不同了 包括RoboCop RuboCup那類都覺得很奇怪 是 感覺實感重了很多 很流暢 你知道CG的效果 第一集最明顯是出了I'll be back 第二集我覺得最棒的就是林彌的名場面 就是他抓住D2000一起浸到熔岩那裡 就是唯一殺他的方法 這個我覺得是很棒的 因為那兩母子看著阿樂掉下去 又不能寫 但又沒有辦法 因為他不可以有任何證據 讓任何人知道有電腦 所以他是要毀滅自己 對 一個很無奈的名場面 是很棒的 反正第三集我就覺得他的idea開始沒有了 就用回第二集的idea 再加一些東西 第三集還有沒有阿樂說的 有 也是一樣的 第四集 也有 第四集那部算不算是 出了一分多兩分鐘就被火溶了 第四集那個叫閃閃閃閃閃的 第四集也沒有關係 第三集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第三集又是改良版的D2000 這次是一個女機械人 這次是一個女機械人 不是說第二集爆炸了那些研究所 原來他說政府自己的軍方又有很秘密地研究 就是那個Skynet的AI這件事 OK 然後研發到一個地步就是 噢 就是當另一個Arnold回來的時候 跟John Connor說 你們沒有停止這個Judgment Day 只不過是延遲了Judgment Day 嗯 是啊 然後他就要回來保護John Connor 原來就說要去按關掉Skynet的總掣 其實就去了一個防空洞到被爛 哈哈哈哈 OK OK 總之第三集的Formula跟第二集有點相似 只不過是那隻液態機械人 就更加強一點 因為他的手又可以變成能量炮 就是比之前那隻多了點東西 即是新意就欠鳳了 吃回第二集 他吃回第二集多了點東西 因為譬如第三集那個液態機械人 他甚至可以Hack in 車那些chips 然後可以遙遠控制那些車自己走 即是更加強了點 其實阿樂那個機械人也是 又是更加強了點的 不過都是跟別人相差一點的 就文多兩三條 哈哈哈哈 機械人但是就文多了 哈哈 所以第三集那個震撼力 反而沒有頭兩集那麼大 那些人都是程義傑入場 我相信是 我當時也是被人騙了入場 哈哈哈哈 你用個騙子 你很不滿 我覺得第三集又不是很差的 只不過是已經再沒有驚喜的效果了 而且你都已經預期了會發生的事情 他都在那裡 怎樣呢 那時候小時候記得小學去戲院 即是戲院看的 和朋友看完之後覺得都OK 因為小學那些 總之小學那時候看戲的程度 沒那麼注重啊 沒那麼注重啊 還要看到Arno就算了 這樣很開心看了Arno的戲 然後再大一點看之後 你發覺很多 那個T2賣弄的東西 它不是賣弄劇情 它不是賣弄人物 它只是賣弄特技的東西 T3是做得很足 還有給你很多 而它那個戰鬥 當它這麼多的動作 和特技的場面 放了下去 還有扔了一些資金 那些錢 去拍攝的時候 人物和故事的發展 就是 完全沒有發展 我反而 故事方面 我覺得第3集 有點停滯不前 不知道它想怎樣 其實第3集 它的故事 它有它的potential 因為它是說 不是說 原本設計的公司 是爆了 而SkyNet的公司 是爆了 那看看政府 如何去研究 這件事 以及如何去擔心 這件事 其實 用Cold Water的題材 去拍其實是不錯的 但它沒有用這個題材 它只不過 放更多時間 放特技 放女的 標榜是有女的Terminator 所以說它的空很大 總之那些 所以其實拍完第3集 都停了一段時間 停了幾年 沒有人敢碰 但是為何2009年 它會拍一套Terminator Salvation 對 為何它又會拍一套 還要是阿樂 碰碰碰碰過一分鐘 因為找到Christian Bell 對 找到Christian Bell 但是 好像已經不是那樣 感覺上 感覺上 它們可以 撇除1、2、3集 不看 其實Salvation 可以Stand alone 是一個講未來 跟機器人打仗的片 對 就是一套動作片 而它是聽到 她媽媽有很多錄音的 她媽媽錄了很多 帶給她聽 其實第一集 你想想 如果當第二集 沒有發生 或第三集沒有發生的時候 第一集 她媽媽錄一些帶給她聽 然後Judgment Day 來到 然後她兒子又聽回她媽媽的錄音 然後那個就是她的未來 所以你看回那個Pod 其實我是帶著奇夢入場的 當時 我覺得是 喂 回來了 回來了 至少回到一個故事 接回一個故事 如果拍得好的話 其實可以救回整個系列 是啊 但是 總是差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導演和編劇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其實它有很好的potential 就是它突然間有個 另外一個 有個機器人 然後有一個人的記憶的東西 之前頭三集是沒有的 基本上那個人就像是Bobocop 那樣 就是它以為自己是人 但是其實它是一個機器人 基本上整個故事可以很AR 即很切不保留AI的發展 但是它又沒有 就是它是到後不到廢的發展 劇情重了 變了就 如果你是在想看 Terminator 1 2或者3的話 你不應該是期望看那些東西 反而是看得到史詩式的 一套戰爭片 那樣的感覺 即是人類要捍衛自己 在地球生存的慾望 然後來到 即是整套電影的劇風 是轉了 去到第四集 顏色都很不同 顏色又不同 那樣 那些顏色 因為它說未來已經是 打到那些地方是散了 總之風格完全不同 如果你想找回舊的 可能15年的Terminator 就 未必 因為接下來應該會有 Terminator Genisys 對 會上回 又是ARRO回歸 是ARRO回歸 是ARRO回歸 15年會出經 他還做機械人嗎 不知道他不是做機械人 那樣很老的 可能就是說老了機械人 機械人怎麼老了 他可能就是 研究了機械人的爸爸 是不是說周長其實是機械人 當然怕 可能說一個博士 原來就是用自己的模樣 去研究機械人出來 他又做一個博士 我覺得像是 做政客發現 原來是機械人的那個人 總之 這樣才有說服力的 大哥 不是你怎麼突然找一個 是老坑的 我應該是老坑的 找一副老坑的 我答不到你 總之 有興趣的朋友 等待2015年的 Terminator Genisys 但我不太記得 第四集 阿諾蘇華生力加 他的出場是怎樣 他的出場是一些膠囊 他跟 是CG還是真人 CG CG整上去之後 他的身體 就找了一個 健美先生的身體 然後他就陷了一個 阿諾蘇華生力 即是不是他真人演出來 不是真人演出來 是一個CG的 對 他怎樣找到那個 阿諾蘇華生力 就是他們打到地牢 地牢裡面 有很多的膠囊 就是那些 Terminator 就是阿諾蘇華生力 那些人演出來 哈哈哈哈 但是觀眾可能 就是給錢入場 看這個鏡頭 其實 一半是為了看這個鏡頭 還有他之前 有透露 說什麼 無端端 Christian Bell 在片場上發怒 罵人 發瘋 罵人 因為他說 那個 做攝影 剛剛走過了 他看得到他 然後他就進不去 然後他在那裡 不斷罵攝影 有一段錄音 哇 OK 這些是花邊東西 是花邊東西 但是很多人去看 搞到 OK 我都覺得 原來Christian Bell 之前我對Christian Bell 認識不深 除了Batman之外 然後看Salvation之後 再開始看 American Cycle 再之前 Empire of the Sun 就是他再之前那些片 Christian Bell 真的拍是上了位 然後才 就是一個賣點 其實他拍第四集 上了位 是啊 奈何 我覺得是導演 還有剪接 還有編劇 就是班底問題 總之整套戲的風格已經 所以 很多人說 Terminator三部曲 就永遠都不 count這套 Servation 不是啊 我也是說兩部曲 其實第三集 第三集 勉強都OK 都還可接受 雖然有一點兒捉到 脫脫不了角 但是 那個感覺就好像 抹頭抹腦的一套 特技動作 是啊 即是由頭 好像打到尾 那樣 是啊 因為其實他一開始出來 就已經說那個女的機嫌 所以就由頭 好像打到尾 那樣 但你換了導演 你對那個故事 已經沒有passion 賣了 其實我們對於這個 原來就是 那待你 這就是 沒有新的功能 才不會再獎 ノ 但是這部 《健碩》 肯定不是《健碩》 《健碩》 assium origin 不會再觸碰Terminator未來戰士的 留回未來戰士去拍吧 留回未來理人 史葛弄了很久了 問問史葛有沒有看過Terminator系列的呢 我有看的 不過我完全都不記得 只記得T2的液體機械人 我自己看這些電腦的效果 但我自己對電腦是一竅不通 我又不是搞美術的 所以都看不到什麼出來的 所以最深印象都是T2的 T2是我唯一的一套科幻片 是去戲院看兩次的電腦 T2看了兩次 是去戲院看的 因為實在那個 那個型體機械人實在太吸引 還有我想以當時的科技來看 是做得很好 什麼情況要看兩次 陪兒子看 不是不是 自己沒有人去看兩次 我兒子那時候 剛剛出生的 OK 那自己沒有人去看兩次 是啊 你這麼喜歡要故意看第二次 不是 當時1991年那時候 是沒有出現的 不過其實是的 因為 尤其是1991年 你想想想當時的電腦動畫特技 都是屬於一些很初期 但是他做的那隻T2000的液態機人 你會覺得他流暢自然 你不會覺得他很生眼 即使你現在看 你都不覺得他很落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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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挺正的 其實拍完T2 其實已經隔了很多年 沒有人碰的了 特技部門是 是拍完T2之後是拍《珠羅紀公園》的 哦 即是T2所帶出的可能性 是間接不是 可能是直接讓《珠羅紀》 可以這麼快拍到的 即是《珠羅紀公園》 就是《珠羅紀公園》 也是那個年代 有一套很好的 跟特技和現實配合得很好的一套戲 但反而 如果你說特技Wise 看回T3 我真的覺得 雖然他很強調 但我覺得他比起T2沒有進步很多 但其實隔了很多年 因為T2是1991年 但T3是2003年 隔了1012年 但電腦特技不是進步了很多 所以我反而覺得 更加令到我去欣賞T2那些電腦特技 可能他不是故意 所以要去探索 那些電腦特技 去拍 T3還要為了賺錢 因為你看James Cameron 他每一部話題之作 例如阿凡達 他真的探索了新技 去探索了新的技術 去拍 Tatanic也是 他是探索了新的技術 去拍 T3可能就是吃老本 他根本上就是覺得程義傑 先做你一筆 所以就不會分析 花太長時間去做一些研發 就是技術上的研發 就是浪費了系列 因為如果大家一直看 除了故事之外 他捉不到那個精髓 大家會期望有新的技術 結果沒有了 就變成了病病病病 其實感覺上是T2的延續版 如果他在那期推出的話 或者是更受歡迎 但他事隔了12-13年的時間 就差很遠了 效果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他是注重在無關同樣的章節 T2好的任務帶 唯一就是帶了阿諾過去 還有帶了一個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就是這麼多集都會有他 哦 Terminator 如果大家想重溫 第一第二集就是最經典 如果你硬覺得未夠猴的話 勉強看第三集 第四集 Servation那一套 你就不要抱著Terminator 頭那三集的心態去看 就是用第二個心態 一套戰爭科幻片 有些動作場面 槍戰場面的 你用那個心態去看 就會好一點 如果Terminator 就可以寄望一下15年 究竟阿諾回歸Terminator 會怎樣 不要用寄望 你用寄望這個詞 那我用等待 應該是拭目以待就算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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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因為中間 阿諾 不是 史太郎也救他不少 你喜歡看阿諾的 過多幾個星期 有Expandable 來 又 所以 阿諾迷 不愁無他的蹤影 阿諾迷的喜順 阿諾迷 上面說說 今天好像是阿諾三人 是嗎 七十幾歲 是嗎 我們錄音現在是七月三十號 那 祝他生日快樂 如果是 多拍些好戲 哈哈哈哈 這句真是 這句真是 這句公竹 還是圈語 圈語去拍些好戲阿 I'll be back 他這陣子就沒有表演肌肉 他沒有了 他自從 他已經復出了 他自從復出 都沒有什麼特別表演 他沒有表演肌肉 他那些年紀 還是這麼大隻 只有史太郎 那些 除非他刻意再粗 不知道他能不能重重 他那些肌肉 但史太郎能重重 所以 他為了 Terminator 會不會再重重 然後又是 一來到 剝光珠 那些 那些經典場面 嘩 第一個 白的剝光珠 那些 就是 Las Vegas 哈哈 阿諾除了 電影上的貢獻 他另外一方 是貢獻的 就是 他令到Hummer 這輛車 很出名 噢 即是你說這部電影嗎 不是 是他的車 噢 他的車 噢 現在每個人看到 這輛車都是想起他的 哈哈 但是Hummer已經不出了 賣了給大陸 賣了給大陸 噢是嗎 OK 好了 離開了 還有沒有話繼續說 Terminator 差不多了 其實我們都 要看的都差不多 有沒有補充 看起來好像是大陸 其實是很 有深度的 一套很有心機的CIFI片 是 頭那兩集 OK 所以 沒看過的朋友 都是拆回來看 這裏值得看的 沒看過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地球主 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呢 還沒出生 還沒出生 還可以看的 有些真的還沒看過 那些年輕的聽眾 年輕的聽眾 是應該要看的 但是正路 就應該沒看過 都聽過的 如果你聽都沒聽過 真的可能懷疑你的身份 會不會是地球人 那就聽過的 沒有說不會 沒聽過的 因為太多地方可以接觸到 無論是玩具 遊戲機 漫畫 電視劇 總之 一定有些東西會碰到的 一定有玩過的 Terminator這些東西 所以 以前我在電台做節目的時候 也有些人拿Terminator的東西來玩的 在他的節目裡面 所以 一定有玩過 一定有聽過 沒看過就看吧 好像普勤所說 頭那兩集也是 OK 那今天我們就到此為止了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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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喝杯 耶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喝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呀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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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 我都不在家 我都不在家 宅命